這次被公認為金曲獎中最有看頭的節目 就是壓軸小天后蔡依林 真的是讓人看得摒氣凝神 因為一口氣她唱了十幾首自己的代表作 而且更精彩的是上演瞬間變裝秀 真的是最有誠意也最棒的金曲表演 震撼出場 壓軸的天后蔡依林最讓粉絲引頸期盼 一開口唱的就是自己的出道曲 帶歌迷走入時光隧道 一起回顧酒令 從少男殺手變成百變天后的美妙時光 以組曲方式融合經典名曲看我72遍的概念 連唱十一首歌 帶來精彩華麗的歌舞秀 電傳跳遠 我閉一睜眼 身上的路間 你沉醉了沒 白雪香煙 我不提前 我過了點隨意 不量的喜悲 沒人看見 花不點 被被演的雲絡 被三十一眼 那些都人家們 憑什麼发言 惹人討厭 你剩一隻雀花 花一道千亮的花 一連串的唱跳中 幾乎是每唱一首歌 就變裝一次 多變的舞台造型 加上跟舞群的完美配合 讓人看得目不暇即 蔡依林拿出舉辦演唱會的誠意 在台上又唱又跳 秀出看家本領 最後以大藝術家作結 都讓網友們盛讚 本屆金曲獎最佳表演 酒令當之無愧 優點TV 金曲25 綜合報導